唐朝善道大师说的好啊 修行人 这一生中有多大的成就 总在与语言不同 这个话说的没错 语言 这一个字里头 也是很深很广 释迦牟尼佛在世 这语言第一次是什么 跟着释迦牟尼佛修学的人 依旧有许许多多不能成就的 你说语言 能说不殊胜吗 足色大德的教会 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张家大师善知识 大善知识 礼宾南老居士 大善知识 亲近他的 一天到晚跟在他身边的人 有没有成就 没成就 这个语言不具足吗 没错 语言有四种愿 你能够在善知识的身边 只是四种愿里头的一种愿 叫正上愿 另外三个愿没有 你不跟了 另外三个愿是什么 清英愿 所愿愿 无见愿 最后一个正上愿 跟在释迦牟尼佛面前 正上愿 如果没有清英愿 没有所愿愿 没有无见愿 就像经上讲的 沉冬老母一样 因为佛说 佛不度无愿之人 沉冬老母 天天跟佛见面 这个老太太 佛天天见面 怎么说没有缘呢 好 佛说你不相信 我视线给你看 佛坐在他面前 他掉管头 走到那边去了 佛有神通 又变一个身 在他那边 他一看到 掉转身 往这边走 佛再现一个身 他又往这边走了 四面都是佛 他抱头痛哭 低下头了 哪个都不看 佛叫大家看 没有缘呢 他没有什么缘呢 他没有清英缘 清英缘是我们 佛法讲的 种子 善根种子 他没有啊 那么在我们一般 同修来说 清英缘都有 过去僧众 都曾经学过佛 也曾经供养过 佛菩萨 清英缘决定是有 没有 那就跟沉冬老母一样 听到佛教 掉头就去了 那是没有清英缘 我们现在缘不足 在哪里 说缘缘不足 说缘缘是好学 我们不好学 又想学 又不肯真干 我们缺这个缘了 无见缘也没有 无见缘是什么 你学习不能间断 我们学习是常常间断 时时刻刻间断 这一念阿弥陀佛 下一念胡思乱想 就断了 所以我们自己要晓得自己毛病在哪里 要下定决心 痛改前非 我们才有救啊 所以在四种缘里面 我们缺了一半 说缘缘缺了 无见缘缺了 因此 依旧随顺习气烦恼 这不能成就 所学到的一些佛法 顺口溜 寂温之血 自己丝毫不得受用 甚至于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有个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